我们还是准时开始 其他的党团助理你们再联系 报告 我们协商会 我们现在协商国民党党团提案 为避免物价因电价调涨 民生痛苦指数飙升 因此反对台电公司调涨电价 见请任会做成决议 立即停止调涨电价 并要求行政院责成相关部会 即刻检讨 现行能源政策并提出因应对策与配套措施 以兼顾人民生计 维持供电稳定及台电公司的正常营运 本案经过113年3月29日 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第七次的认会决议 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 协商会一请各党团指派代表参加 那么我们今天出席的协商代表 首先是经济部的 郑文森政务司长 谢谢 那能源署的吴署长 谢谢 经济部国运会的管理师的林简任记正 谢谢 那我们台电公司辛苦的 王总经理 谢谢 然后后面那一位 我们台电公司的副总 谢谢 来谢谢 好 那么我们首先就请 这个经济部 都可以在这边就好了 桌子讲没关系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 有关于 有关于这个电价停止调涨的这一个提案 那我想说我们代表 代表行政机关向立法院做说明 首先有关第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的电价调整机制的来源是怎么来的 事实上他是立法院在2015年的1月20号 有参与那个决议通过 就是电价费率的计算公司的修订 那他要设置电价费率审议会 那他主要是一年审两次 这些基本的一些原则 都在2015年立法院的决议通过 那到2017年的时候 就是整个电价在电业法修订的时候 电价的这个审议的规范入法 那入法以后呢 在2017年1月26号 已经正式公告 那后来在同年 经济部的能源局就颁布了 这一个电价审议的公式 让这一个电价审议能够正式的法制化 那在这一个电价审议里面 当然他考虑到的是一年检讨两次电价 同时要考虑节能减碳照顾民生等等原则 那这个办理电价审议这些审议委员的组成 也包含民间单位 包含工商团体消费者代表等等 那我们是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在运作 那这一次在有关于整个电价审议的状况 主要的考虑的情形是这样 事实上从2022年开始 整个国际的能源价格就开始大涨 那我们其实是在照顾民生稳定物价 就是依照电价公式所列举的这些精神下面 其实是采取一个还涨的状况 那台电公司在2022年开始 整个公司的购电的燃料成本 就已经超过6000亿元 跟之前超过3000亿元的燃料支出相比是成长了一倍 那除了这个 那为了要因应这一波的涨势 事实上全世界许多的国家 因为大部分国家的电力公司是任命营的 他们的电价都涨得非常的快 而且涨得很早 那尤其是像法国韩国这一些 在2020、2023年 他的工业电价累积调幅已经分别高达160%跟87% 这是法国跟韩国 那以跟台湾相比 台湾其实我们的电价调整的速度相对来讲比较和缓 那这三年来 我们在住宅类的累积涨幅大概是7.1% 那店家小店家的涨幅大概是12.2% 工业用电涨是4.7% 整体来讲就是 那个大院比较关心的 就是有关于一般的民生 跟物价相关的这些电费的涨幅 事实上并不是平均电价加总起来的30% 那只有7.1%跟12.2% 所以这个是我们采取考虑国内整体的状况 所采取的电价调整的方式 那要跟委员报告就好 好 谢谢我们市长的说明 我想你刚刚述说的都是我们现在的样态 那整个机制当然我们依法 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 整个这个民生的议题 因为国家是整体性的 所以在政府部门一定要支持台电公司 但是所以呢我们从行政院这边要求 也拨补1500亿1000亿过来 那这个目的就是要大家共提时间 那所以在这边呢我要 这个谢谢市长的说明 那接下来呢 这个我们现在进行协商 那在现场我们刚刚报的委员 有黄孟凯委员 谢谢我们的书记长 还有我们的黄珊珊委员谢谢 来我们有没有哪一位委员 是 谢谢主席今天召开这样的一个协商 我想今天看起来民进党团是没有要出席 那台电以及我们经济部次长 台电总经理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强调 台电基层的公务同仁 我们每一个 我相信在这一个会议室里面 每一个人都很支持我们台电基层的公务人员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辛苦 我们比谁都了解 但是如果说错误的能源政策不改变的话 再累死所有基层的公务人员也无济于事 为什么过去十年没有看到那么多的小动作 小动物那么的活跃 为什么这十年 小动作 小动物频繁 再者经济部长刚刚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特别提到 我刚刚也质询他我就说 你一直讲说现在要减碳是趋势 但排碳大户有哪一些 前十名里面台电 就是排碳大户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国家能源政策应该要往正确的方向 那以及现在的电价调涨带动了是整体的物价上涨 所以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其实受害的还是全民 所有的能源政策应该要去做改变 也因此这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今天相关的一个动涨的部分 那也兼顾人民的生计跟维持供电的稳定 好 本期这边讨论完我想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做实际的一个协商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立场说明清楚 我们还是再一次呼吁台电的所有员工的辛苦 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更希望的是执政党应该要好好的 把正确的能源政策给改变 让国家能够永世发展 以上谢谢 好谢谢黄沫凯的委员 那现在我们还有郑天才委员到了我们的会场 谢谢 来那其他委员还没有要发言 来我们黄珊珊委员谢谢 好的 周委还有各位统认以及行政部门 我想今天这个协商 台湾民众党的立场 其实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明天也要召集相关提案的协商 那同样台湾民众党希望的是 针对经济部宣布在四月起 工商民生用电全面涨价的部分 要阻止台电扩大亏损 但是在蔡政府执政七年以来 电价已经调涨过三次 那涨幅也高达了百分之二十三 那四月电价再调涨百分之十一 那这当然一定会造成物价百物起涨 冲击百工百业 那目前蔡政府提出不得不涨的理由 其实某个程度是错误的能源政策 要求人民来买单 一手向人民的口袋要求涨电价 然后转手再向民间电厂高额的购买 购入绿电 导致台电目前的财务黑洞持续的扩大 营运的效率备受质疑 那发电、储电、配电跟电网 韧性不足的问题 到现在也没有进行改善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填补它的亏损 但是它应该要做的检讨或进一步的改善 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新的做法 那错误的政策是比贪污更可怕 我们希望至少在院会要做成决议 要求经济部要针对台湾整体能源政策 以及电价的费率结构 还有台电相关各项支出 以及它的尊结措施 要向经济委员会提出全面性的检讨报告 这个是台湾民众党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经过经济委员会的 委员会的审议通过以前 应该电价还涨 而不是单纯的就涨跟不涨 而是台电必须要提出 他们对于整体能源政策 电价费率结构 还有各项支出以及尊结措施 必须要提出检讨报告 否则这个之前我们希望能够全面还涨 以上 非常感谢黄山专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 还有我们谢一峰委员 也离你现场 谢谢 那还有没有其他委员要发言 没有 谢一峰委员有没有发言 好 那我要谢谢大家 因为今天民进党委员没有到 那我要再次重新重申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的九月份 也是没有涨价 也是没有涨价 我们当然知道 电价审议委员会一年两次 但是我们也不要沦为政治的话术 说因为去年要选举 所以它不涨价 我们不希望如此 我们真正非常希望能够照顾民生 那么台电公司从任性电网等 以及最重要的能源政策 要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就像刚刚委员所说的 错误的决策比贪污更严重 那要怎么样去将这个能源的政策 去思考 我相信这也是未来要接任的 这个赖准总统 必须要实际上去面对的这个问题 那在这边呢 党团主席在这边来宣告 那报告我们党团协商会 今天因为民进党党团 未有代表出席 所以我们本案保留 宋院长协商 谢谢 上会 来 谢谢 谢谢 我 你 你 是